拉扯厚实浓稠的糖糕 拉扯厚实浓稠的糖糕 对一个72岁的老阿公来说 实在有些吃力 现在是给他画下 虫粉发酵之后 糖的颜色慢慢变白 来师傅开始甩糖 沉甸甸的糖打在木板上 排除声响 前回白转甩出一条耀眼的白色缎带 白糖的长度最多可以伸展到六公尺 他踏踢进步 阿公抄起长棍 一边踏着步伐 一边缠回缎带 这个古早味糖果就叫做白糖葱 像葱一样又白又脆 是早年农业社会奢侈的零食点心 材料只有白砂糖 但是从熬糖到拉糖 都需要费功夫 耗体力 愿意做的师傅 已经越来越少 这个很耗手劲 对 耗力气 很容易得筋膜炎吧 那个往右走都来 我问医生说 要怎么办 他说 休息 他说 你连毛巾都不要去 都不要去转 对 不要去捏毛巾 半点就 往车转就好了 那你家不能退休了啊 有一天还是会退休 做到一百岁 做到一百岁 不动的时候就退休了 寒流夜里 铁壶冒出的白色蒸汽 伴着哨笛声 把冷空气都搅热了 八十岁的面茶阿伯 正太雄 站在三轮车摊位旁 没有任何可以挡风的地方 外面也有人在卖 但是都不好吃 不好吃 加黑芝麻跟白芝麻 一切 比较香 多一个味道 这样就好了 就可以吃了 这样就可以吃了 这样就可以吃了 小时候我祖母祖母 就泡给我吃个人 就泡饭 对 泡饭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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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朋友我都 都说被默示给他们看 那个小学生看 好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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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开始的时候看手 烫到时候 你马上就起泡泡 这个葱水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非常重要 这个太多太少都不行 好酷 有了 好酷 你这个 咱们放一师 好酷 好酷 有了 好酷 有了 各EP 并 美的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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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